展望港股來說,全球新冠肺炎新確診的病例是上升至新高,尤其是美國,這方面都會短期內繼續打擊投資者的信心,而美國最近對華的態度是變得更加強硬,港版國安法可能會在這個星期二通過,投資者會注視美國的反應,由於大市都是存在比較多的不確定性,預期今日港股都會繼續偏遠, 金子的支持位會在50天線,版法方面來說,資金是繼續流向醫療保健的行業,其中兩隻新上市的新物科技股,凱吉亞6078和康基9997,上個星期五在暗盤市場表現做好,與其今日首日掛牌都會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焦點,而另一方面在6月底前,將會有比較多的IPO, 其中新物科技股,歐康衛視1477,有比較強勁的基石投資者基礎,我們都是建議認購的,而今日個股推介會說回吉利175,吉利早前宣佈建議發行人民幣股份,而且會在上海科創板上市, 預期有助托付這個融資渠道,以及幫助它提升公司的估值。市場衝勁,吉利回到A股之後,當吉利和富豪汽車完成合併後,下一步將會尋求去到瑞士的上市。 而另一方面,公司5月份的銷量是按年增長大約兩成左右,都是表現好過行業的水平,將會持續受惠於行業的復甦。 估值上來說,二零財年的預測時盈率是12.8倍,我們給的目標價是14元,指石價是11.4,謝謝。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牌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,提速海基證券集團。有關牌照詳情,請參與以下連結。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互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。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,子宮參考及內部使用。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,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。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,並不構成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要約,或要約招來或懇求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,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, 該不負責。 既然有限公司提供的資料可以入行其中一個由於, 谢谢大家